大家好,今天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我们的全景编辑器里面的热点功能 那热点功能大家可以看到,涉及到的地方非常的多 今天我们重点介绍一下两个功能的使用 都是非常简单的两个功能 我们先把场景里面有的功能先删掉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显示呢 就是当前所有的热点,还有当前场景的热点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前场景嘛 就是加在每一个全景图里面我们添加的 那所有的,就是这个场景里面所有的一个热点的一个集合 我们首先,我们主要讲两类的热点啊 它们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啊 首先第一类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里面我们有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标签 标签的热点有什么作用的话呢 就是标签的作用呢,它只是作为一个展示的一个层面啊 它只是作为展示,你点击它是无效的 相当于点了,就是直接点背后的全景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点击标签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有几种类型啊 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这里面有个系统图标 然后还有一个自定义图标啊 这地方呢,有个图标设置 然后图标大小,显示名称 我们可以一一看一下它有什么用途 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我们点击 图标的标签以后啊 它会自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在这里面啊 它会自动 添加进来一个 我们可以换给它换一个图标 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我们可以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把图标调的大一点,调的小一点啊 好,那么我们如果说 呃,这里有点注意啊 这种情况一般在室内的情况下呢 都是没问题的 那如果是在室外 大家看,如果我在这个视角啊 我们点击添加热点 哎,你好像已经看不到了 那即便你把它加了图标 你也不知道它怎么移动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添加以后 它会自动以画面为中心啊 它会去加这个图标 那我们知道的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有个空间的概念 也就是说 如果我画面中心在这里啊 那么这个标签的热点 那离我的距离肯定是非常近了 跟我们的心目习惯大概两三米 那如果说我的画面图标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鼠标 很小很小一个点 那可能离我们几十米远 那当然我们选择它是非常困难的 那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加任何热点 那我们都尽量啊 尽量如果你要加在这个位置 那你尽量把画面调成 我现在这样的角度啊 然后你点下添加添加标签 哎,它就在你的面前了 在你的面前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有几个部分构成啊 第一部分是系统图标 图标部分 第二部分是这地方有条细线 这个线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控制啊 空着它显不显示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 去调整它的颜色啊 那包括在这里 我们可以去调整它的透明度 好 我们在这里可以调整它的距离啊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调整它的距离 可以调整它的距离 然后呢 它下面有一个圆圈啊 如果我们把鼠标放在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无法点击的 那如果我放在下面的圆圈上 我就可以拖拉它的位置 那它的位置的话呢 就是这个点啊 大家可以想象下面有个点 它是吸附物体的发现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移到这个位置来 哎,这个图 这个这条线啊 主要你看这条线 它就垂直于这个面了 啊 它垂直这个面了 那你看我移到这个位置来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建了一个面啊 所以它就 垂直于这个石凳子 那如果我移到这个位置来呢 它就垂直于和另外一面了啊 那它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 它主要起到一个标签嘛 就是起到一个说明的作用啊 我们主要是把它定义说明作用 它这里呢 可以换行 点击呢 它是无效的啊 这个呢 是它具备的一些一些特点啊 一些特点 那这个特点有什么用呢 那比如说这地方呢 哎 它有一个这个呃 产品啊 需要我们说明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可以给它做一个说明作用 那或者是呢 我们再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进入这个空间了 然后的话呢 我我们添加个标签 这个标签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啊 我们点击啊 我们可以选择更多的一个热点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那选择一个之后呢 我们把它推到这个位置来 这个位置来有什么用呢 我们把它请问叫前进 前进 然后我们把这个地面高度 给它稍微降低一点 我们点击勾选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下面也是有一个关联啊 关联 我们这个呢 它有几个特点啊 第一点的话呢 它会自动进行排序啊 下面这些场景 我们注意看上面这个编号啊 小的编号 是每个的全景图的一个ID啊 它会自动进行一个排序 排序的话呢 就是我在任何个位置 你看 或者是我们全部勾选也可以啊 你看我在任何一个位置 我都可以看到前进 但是我刚才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们就 这个热点 因为我们只勾选了 对001可见 那如果我们要把它精准 对其他的可见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点击一下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你如果想让它被004可见 你就把004勾选上 它会默认按照距离进行个排序的 那如果这个排序我们不满足 我们可以点勾选 或者是我们可以把它弹开以后啊 如果下面很多场景也可以选择 然后呢 我们这里还有个排序功能啊 我们讲了我们第一次排序 它是我们会系统呢 会给它一个智能算法 按照距离的话啊 从近到远排 我们点击之后呢 你看我们是按照这个小的一个序号啊 从小到大 我们再点击是从大到小 我们再次点击啊 它又是恢复成系统推荐的一个排序了 好 我们先做成这个样子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是我们普通的全景的话 要加这么一个箭头图标前进的话呢 我们是需要在每一个场景里面都添加的啊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这这个空间里面呢 它是一个三维的空间啊 它这个三维的真实的一个呆里面真实的空间 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放一个路牌的话 那其实我们只要放一个路牌就可以了啊 大家理解我意思吧 我们在现实世界中 我们这个路牌如果指示的话 我也只是就放一个 只是我把它呃定义为 它可以被多少个全景所能够看见啊 只是我给的它一个定义 那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功能标签功能 那么我们再介绍一个 那其实标签功能是我们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啊 其他的热点功能的话呢 就呃等同于普通的全景平台啊 呃比如说我们添加一个图片啊 添加一个图片 那这里呢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图片 好大家可以看到 我把这图片添加进来之后的话呢 这个距离它非常短啊 这个颜色也是白色 呃因为我们现在添加进来之后 它的这个显示的这个属性啊 它会去继承我们上一个的设置啊 它会去继承我们上一个的设置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给他刚才给他起个名字了 图片啊 图片是点 好 然后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给他啊 添加图片啊 添加张图片 那我们当然这是当然了 我们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其实是可以给他勾选啊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是可以勾选多张图片的 勾选多张图片 然后我们还可以控制他是不是要做一个轮波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还可以给他选择一个音频来给他做一个介绍啊 我们这里有还有更多的相关设置 那在这文字里面的话呢 我们还有这个音频文字件啊 图片文字介绍 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再嵌入一个 热点链接啊 比如我们把这个链接给他嵌入进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请热点 然后然后我们可以试着他的方式为一个弹出层打开 我们点完成 然后我们点预览 我们看一下效果 好 因为刚才我们的这个图片是我在这个位置加的 我没有对零一可见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选择之后呢 我们对零零一可见 然后我们点下预览 我们先把这个关掉啊 好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空间 这是我们预览的画面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去点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时候声音有了啊 可以看到啊 这个时候就是图片啊 我们可以左右啊 左右滑动进行观看啊 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链接啊 你看我点开之后 好 我们就点开一个链接 把它先关闭掉 好 我们用打开的方式吧 请观看 好 那这里有这个声音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控制键 把声音关掉 然后这是文字刚才的介绍啊 这是图片 那图片还有一点 就是如果我们想放大进行观看 我们只要点击啊 这个图片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全屏的观看 我们这时候按动鼠标的滚轮啊 或者在手机端 我们就可以进行捏合的 或者滚动的一个缩放啊 在这个画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全屏 或者我们点击把它关闭掉啊 在这里我们可以点开一个热点 这个呢 其实这个热点的话呢 就是我们刚才的一个链接啊 它是启动了一个链接啊 启动了一个链接 启动了一个链接 好 我们现在把它关闭掉啊 好 这个就是我们关于图片热点的 这么一个使用 我们先把它给关闭掉啊 好的 今天的演示的话呢 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热点的功能 我们这里呢 还有更多的一些功能啊 期待大家一起去发现 好的 谢谢大家